欢迎收看台湾新闻 星期六马席会要正式登场了 这个马席会是1949两个政府分支以来 头一次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会面 不过我们要问他们见面就要谈什么呢 事实上马政府在最近台湾的整个状况 第一个民调这么低 第二个台湾人的薪水这么低 第三个台湾有很多政界马政府都是挑票的 那这一次马席会之后 有没有可能针对明年国民党的选举 因此有很大的帮助 好 如果假设没有帮助的话 是不是诚如很多人所说的 马英九其实只是要求的是历史定位 而这个历史定位对台湾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各位来宾 资政媒体也欢迎胡孝辰 大家好 国际行政专家赖岳谦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艺术史学的邱建一 我也要好 大家好 美女公主 欢迎康仁俊 我也要好 大家好 我们带你看到马席会的最新进度 总统府外已经搭起蛇笼 所谓的宪兵也加强戒备 感受得出紧张的气氛 就怕有人来抗议 因为总统府昨天晚间宣布 两岸国家领导人将在新加坡会面 根据规划 马总统将在7号上午搭乘专机出发 抵达新加坡之后 下午3点将在香格里拉办店 跟正在新加坡访问的习近平会面 两人会谈20分钟之后 不会签署任何协议 也不会发表联合声明 预计4点各自召开记者会 然后双方在一起共进晚餐 马总统随即搭机返回台湾 马席会我房7人代表名单也出炉 除了马总统之外 有总统府秘书长丁永泉 国安会秘书长高华柱 总统府复密邱旭成 陆委会主委夏立言 国安会自委邱坤玄 以及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 和马席两人早就隔空表示 不排除见面的可能性 在去年11月的时候就表示说 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愿意当这考虑到一个 时机场合跟身份 举行的这个张王会 我看这也是 搭乘了许多共识 许多的积极的成果 两岸分治66年 国家领导人终于要会面 马席会能弹出什么火花 全世界高度瞩目 为什么全世界高度瞩目 的确这些两岸非常大的突破 赖老师我想请问 这个突破是谁推一把 导致有这个结局 我觉得可能是 两个都想在历史上留名 都在历史上定位 都有共识是这样吗 有意愿 是的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 2005年的6月2号 这个时候陈水扁总统 在台北宾馆 宴请他的党籍的立委 那时候就提到释放出一个强大的讯号 他希望能够蝙蝠会 他希望能够跟胡锦涛会面 那是2005年 也就是说这个连战的破冰之理之后 陈水扁做动作了 好 然后他就告诉 这个他的党籍立委 就民进党的立委说不用怕 不用怕 这个本来就应该会 只要在第三地平等尊严就可以了 结果没成 对 结果没成 那现在马英九突破了 一方面我觉得是两个人都有意愿 而且这两个人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政治姿态 是要会 要突破 可是中间要有人斡旋不是吗 要传递消息不是吗 一定是这两个人要先有强烈的意愿 因为习近平上来以后他就说了 他说两岸的问题不能够一代一代这样子下去 要在这一代解决 那对马英九来讲 坦白说他的执政乏善可成 你今天要问台湾的民众说 马英九这执政这七年多以来 有没有什么伟大的政绩 大家想了半天了 然后还去翻报纸 好像都被骂比较多 还想不出来 我们只看到说负面的政绩不少 但是正面的政绩不多 但是问题是在于 这个问题 两岸的问题 尤其是马熙会 绝对会是历史定位 历史流明 文英很简单 大家谈到93年就是顾望会谈 但是你看那段时间其他的都没有 就是顾望会谈 以后谈15年 那就是谈这个马熙会 两岸间 那问题是来于 两岸间会要谈什么 没有联合声明 没有联合宣明 都没有 没有联合宣言 也不签任何协议 也没有共同记者会 所以是各自召开国际记者会 所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星期六去了 现在说什么幻象战机 F16跟着马总统去 然后可能几个小时之后 吃完饭 马总统就回来了 然后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到底这个历史定位是什么意思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彼此 因为目前的议程都已经在磋商了 所有的议题都在磋商了 所以议题不会说没有进行磋商 因为高层的会谈 所有的议题都是在磋商中 都在磋商进行 例如说包括要不要终结两岸的敌对关系 这个如果有结果的话 会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对 彼此之间不把对方视为敌人 就是终结了敌对的关系的话 那就往这个和平协议的方向走一步 然后同样的也往这个军事互信机制 再走一步 那这样的话 大陆就要把飞弹撤掉的这些方向 都已经在往外延伸了 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 马英九就真的会得诺贝和平奖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所谓的政治议题了 对不对 好 那如果像我们都看到了 这一次在北京 不是 这一次在首尔 中日韩的三国首脑会议 不是有一个共同宣言吗 联合宣言 里面定出了17条 里面17条的联合宣言里面 就谈到东北亚的经济自贸区 这个对台湾来讲压力很大 台湾的厂商也好 台湾的各行业压力很大 因为东北亚的自贸区 台湾没有进去的话 是危险的 那另外一个 东北亚的自贸区完成了以后 我们就看到了 RCEP 印度跟习近平 他们希望 印度跟中国说 我们希望在这个月 今年的年底 就是下个月 12月我们能不能把这个RCEP 就是10加6 太平洋地区的 这个16国的经济自贸区 把它推出来 就是东协的10国 再加中日韩 然后再加澳大利亚 纽西兰 印度 那还得了 那台湾要不要进去 所以我觉得 在经济的这个部分里面 也应该会谈到 那另外有关于这个 两岸之间的 台湾的国际地位的问题 要不要在一个 什么样的框架下 允许台湾多参与国际的空间 国际的地位 国际的组织 好 你看我现在 一直讲下来的时候 已经越来越多了 而这些东西 都不是你不会能够处理的 一定是最高层的政治领导人 才有办法处理 那如果说假设 马英九谈出一个 台湾的民众都觉得 还不错 那就对明年选举有帮助 对 如果他谈出一个说 还不错 这个情形下 虽然没有定联合宣明 没有联合宣言 没有共同 没有签署任何协议 但是如果台湾的民众 觉得还不错 两岸的民众都觉得还不错 那即使你蔡英文执政了 蔡英文要把马英九的 定出来的这个东西推翻呢 因为民众都觉得还不错 那蔡英文可不可以 就接着就做下去了 而做下去以后 台湾的民众都觉得不错 那以后大家谈到 两岸的关系一直产生变化 而越来假设 假设关系越来越好 越来越和平 越来越安定 越来越稳定 而被制度化以后 那大家会记得的是什么 15年的马席会 所以这个历史定位 除了马英九之外 其实对我们来讲 对台湾我们都希望有 正向的这个定位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所以大家都会看说 这个定位出来的时候 结果台湾民众把我们满意 所以现在你反对也好 或是赞成也好 坦白说都还 跟事情都还有一段距离 不过老师我们看 为什么他带这么多人去 你看1234567 7个人专机出发 还有F16 还要换相机跟着走 不过也才20分钟 这20分钟实在太精华了 我的估计 谈不会只有20分钟 应该是一到一个半小时 我的估计应该是一到一个半小时 要时代的离选龙 所以他要拉近三者之间的关系 那为什么会这个高华柱 就是曾有权 曾有权他是秘书长一定会赔的 国民党秘书长 这个没有话讲的 那高华柱他是这个 以前是国防部部长 现在是国安会的秘书长 他本身负责国家安全 他也应该要赔 而且他可以提供 有关于这个军事互信机制 国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咨询 国防的部分 对 国防的部分 像邱坤玄的话 对 就是国安会咨询委员 他长期以来就在处理 两岸之间智库的事情 两岸的问题 两岸的智库 对 所以这一定是邱坤玄 那夏立言大家都知道 他是陆委会主委 本来就是他的主管业务 文美红这个部分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讲的 经济的问题 经济在最后面这一个 对 我觉得经济的这个部分里面 应该是他们要提供 马英九必要的咨询 所以他把国安团队 跟两岸团队都带过去 这个是合理的安排 不过我想请文哲俊哥 这一次马习会之后 对于选举来讲 真的承诺刚刚赖老师所说的 有可能对国民党有帮助吗 我觉得这一点 这个会面当然一定对选举 会产生一定冲击的影响 事实上说我所知道的状况 民进党在面对这一个 很仓促的一个 得知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点乱了手脚 因为完完全 如果按照马英九的说法 说我也不签所谓的协议 我也不会发表共同的声明 那我也不会做出任何声 那我只是界面 那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界面 也是 那包含您刚刚所提到 国安团队包含这个所谓的 外交的团队 甚至说提到可能在经济的方面 在国安的方面都会有一些 可能要提供必要咨询的时候 其实我倒会觉得就是 大家会比较担忧 或者是会比较质疑的 就是这一点 专程做专机去 然后只是为了握手 见面20分钟 为了吃一个饭回来 那你真正想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当然从某一个程度上面来看 说马英九这一次 做出了能够在应该说 1949年之后 两岸的领导人第一次用这样 一个正式的方式来做见面 我觉得正面的意义 其实会大于负面的意义 就台面上面来看的话 因为两岸其实不管再怎么样的交流 从之前的所谓的民间的两会 然后到后来 到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把这个所谓的两岸的接触 拉成叫做官方的层级 所以王玉琦也去了中国大陆 那到现在的两岸的 这个所谓林领导人正式的会面 我认为在正面意义上面 你可以看得到应该会大于 所谓的负面意义 但问题是他的实质意义 他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 也就是说马英九虽然讲说 他不会去签任何的协议 可是我们很知道现实的现况 就是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目前是卡在立法院里面 当时立法院长王金平 曾经很公开的讲过 也就是说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没有过之前 立法院不会再审查任何的 所谓的两岸所签的这个协议 原来监督条例没有通过 这次想签也没办法 就算要签也没有办法 而且你本来就应该要先跟国会报告 那你可以看到以王金平的立场 他甚至都讲说 我是藏人保证看到 他也比我们还晚 他也还是被记者问到的时候 他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相对来讲 你是不是能够在你之前马英九所承诺的说 我会在国会监督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做 现在看起来这个是会被质疑的 那第二个也就是说 今天两方的这个会面 我们大概会比较care 就是说马英九会不会在这上面的时候 因为你带了这么多的专业的幕僚去 那这些专业幕僚 我们讲高华柱 他有他的象征意义指标 他不是只有国安会的咨询委员而已 他曾经当过国防部的部长 那包含夏立言 你曾经做过外交部的部长 外交部 你曾经在外交部次长任职 然后现在又当入委会的这样的一个主委 那你对两岸的东西 事实上它会确实是会产生 未来的一个影响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是 朱立伦马上要到美国去 我认为某种程度在选举的意义上面 他可能会让朱立伦的这个美国行 更高 更受到高度的阻力 更顺畅的来走 因为美方或许他也会希望知道 那今天国民党接下来跟中国大陆之间 或者是台湾接下来在这段时间里面 最少在马英九主政下面 你还有将近五个月的时间 五六个月的时间里面 你的两岸关系要怎么走 那朱立伦就会成为是这个一个对等 所谓的接洽的一个窗口 所以有没有可能借此去拉抬朱立伦在美国的时候 他所这个所谓去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规格 我认为可能某种程度上面会有一些拉抬的效果 这次的马席会应该心中最多五位杂成的会是蔡英文 是 因为这个马席会很明显是两岸一个新的一个进展 可是问题是蔡英文一直说 维持现状维持现状 这个的维持现状现在会变成一个比较尴尬的状况 也就是说蔡英文那时候大家一直在仔细讲 那你维持现状要怎么国民党其实也一直在打他这一块 就是说那我两岸现在的交流 你是不是也要继续维持 我们看到民进党在这一块是比较回避的 马英九现在这个马席会他正式见面之后 两岸的现状其实就是被改变 我最被现状被改变就是说 你今天两岸的这个接触已经不只是官方而已 两岸的领导人或许未来还有机会再见面 他不再是那么难以跨越的鸿沟 那接下来问题在于是民进党要怎么去面对 这样一个很急剧的一个变化 最近有人讲说领导人的接面是差很多的 最近有人讲说去会卖台 有人说这个总统府进开始在抗议了 你怎么看这一块 我不先往家揣测 就是说卖不卖台的这件事情 因为事实上如果以我们现在所看到一个制度上面来讲的话 就公开台面上 我要强调公开台面上的正面意义 我认为他会比负面意义来的大很多 可是大家会比较质疑的 也就是说刚刚赖教授也讲会面不会只有20分钟 那你不是只有20分钟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谈了些什么是大家更想知道的 说实话 Undertable的东西没什么意义 所以马英九应该 我认为马英九今天在出访 到这个新加坡成行之前 他应该要公开的做一个更明确的东西 更明确的宣誓意思是说 他不是只有讲说我不签协议我不干嘛 我讲说那个废话 因为你真的想做你也不能做 可是事实上你可以很公开的告诉大家 就是说我会坚持台湾的立会 我认为即便很多人觉得那也叫做废话 可是我认为那是一个指标性 也就是说今天我在行前之前 我先把我的立场给坚守出来 这个就不会造成是当时我们讲说 在九三阅兵的时候 很多人质疑说你公民党立场是什么 那你亲民党立场是什么 我们也持平讲 你亲民党立场是什么 你民进党立场是什么 你五党联盟的立场是什么 大家都会公平解释 所以我觉得大家会比较担忧的是 那个桌面下的东西 如果今天在20分钟公开的那个场合之后 那你们两方面我们讲实话 你这里面带去的那些专业幕僚 对我们来讲是会有担忧的 国防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防卫的武力 那你连之前的国防部长 他会不了解这些状况 不了解国家的这些东西 那你今天跟中国官方这么直接的 面对面的这个接触 事实上是会让人家担心的 向阳哥包括赖老师 包括杨俊哥都说正面大于负面 你怎么看 其实我经历过那个香港会谈 就当初九二共识这样一个默契 你看九二共识这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 有人说有人说没有 有没有 莫衷于是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当初的时候 大家对于这个所谓九二共识上面的一个解读 上面更有不同 对啊 那后来之后我就在一九九三年的时候 又去跑过那个第一次国防会谈 当时在新加坡举行的 那个时候有没有 我们那时候会注意到我们的那个 当时两方的一个谈判的一个代表 他们所讲的一些内容 包括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意涵 那个时候的话 台湾还有所谓的发球权 那时候牌子在台湾手上 二十多年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两岸的 不论在国际或者两岸的一个 目前的现状 其实已经出现一个所谓的 此消彼长的一个状态 那这种状态的话 让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马席会的话 其实我个人个人的看法是认为这样 马总统说了什么真的不重要 习主席说了什么才重要 而且呢 他回去之后有没有 他的态度是什么更重要 这是为什么这样来讲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的话 看起来就是说 我们现在目前感觉起来 马总统好像在完成他个人 这个所谓的历史定位 那这个历史定位的话 其实他已经大于 他其他方面的实质意义 那我现在比较注意到的一个地方在哪里 就是说因为现在文顺的这个 在野党的一个忧虑 跟他顾忌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有没有 如果说今天这里面提到有关 像刚刚我们赖宙讲的一个 所谓敌对的状态的一个结束 敌对状态结束 结束这个字上面来讲的话 后面有衍生很多不同的意义 什么样的一个敌对状态结束 对 那后来会怎么样呢 对 是什么样的层次 对 我跟你讲 他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选举 或者是台湾人民对这个目前 目前一个选举 或者是两岸关系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东西 另外是什么东西 他会不会提出有关对台湾的选举 或者内部问题上面的一些这样的期许 那就惊爆了 我跟你讲 这个期许两个字有没有 那个就是一种意思就是说 民事加暗示 一种手要伸进来的感觉 如果他有提出这样的东西来的 或者是给人家秀了这样味道的话 他是不是有一种 企图操作 这是一种操弄或操作状况 这是在目前在野党 他们所质疑的另外一个情况 所以为什么有人在野党来说 他们认为这是马英九 去给那个习主席 去教育阅兵用的 这是他们的一个质疑 那我觉得马总统在这次行前的话 因为他明天的时候就要再说明了 这个部分上来讲的话 你必须要给大家一个 一个所谓的一个安全 安心的一个说法 我这认为就是说 这个可能是明天 这个马总统就要去马习会之前 他必须先做的第一个功课 要先弄出来 第二个的话 现在目前网络上面 也出现很多这种 大家对马习会上面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评断看法 但我觉得网友的创意是蛮好的 为什么 因为之前的时候 前面的陈里典总统 加上马总统出现了一个骗字 对 这我们都知道 骗 哪边骗嘛 后来之后大家就觉得 马英九对王金平那个态度 加了一个皇帝的皇 变马皇 皇字又出现了 那如今的话又出现一个新的字 这个字 其实这个不是新的字 这个比较少见的 少用的字 这顺文解释就有这个字 对 那这个字怎么念呢 你认为怎么念 马习 不是念马 就念习 有编读编嘛 你不肯念马 是念习是不是 对 当然是念习嘛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少用解释说习 马豪 甘野 简称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背脊是黄色的黑马 就是你毛是黑的 它背脊是黄 在古代的话 这种是属于叫利马 就是属于好的 所以一种品种的马 黑色的毛 然后脊椎这边是怎么样 是黄毛 黄脊是这个意思 对 它本来就是一个马嘛 对不对 那怎样 那它没怎么样嘛 就跟你讲 这是很漂亮的马这样子 然后告诉你 有没有 这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可能又出现另外一个 大家常在会讨论的字 就是习字 那后来之后 怎么样子去说文解制 有没有 我觉得网友还会再创意 我们可以再期待 这样子 那不管怎么样来讲的话 其实有没有 大家比较更在乎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是习近平主席 会不会跟马总统握手 握手这个东西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你要讲死亡之握 你讲的不是我讲的 我跟你讲 做人够人搭 柯P今天也在稍微考虑了一下 现在很多人有没有跟马总统握手之后 还蛮挫的 其实我跟你讲 大家千万不要怕 因为我从民国81年 有没有 然后跟马总统握手 就握很多次了 这样子 到目前还健在 所以显然没有什么问题的 刚刚孝辰哥说 马总统是要去给习近平教阅兵的 你觉得习近平怎么看马英九 我觉得拉近两岸关系 以习近平目前的高度跟格局来看的话 你可以感觉到 其实他是一个比大家看大局的 所以即使马英九现在在台湾的地位 声望这么低 可他还是我们的最高政治领导人 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会给他 我觉得是一个相对等的 不会说把他 故意把他挨一解 不会了 稍微来一样带您聚焦的是南韩主权的争议 南韩主权是各说各话 不过你知道吗 在这么多国家当中 到目前为止 只有越南还没有说出声音 不过就在习近平访问新加坡之后 他也要去越南 是不是其实两边的剧本已经套好了 还是其实不然 还是其实有可能越南 才是最大的绊脚石呢 长达亮天的东南亚国协国防部长 扩大会议三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登场 除了十个会员国 包括美中在内等八国防长也参与 在会前美中双方早就针对南海议题互相较劲 美国防长卡特认为上周军舰巡航与领土争议无关 更说未来每三个月将实施两到三次巡航 希望亚太盟友澳洲一起力挺航行自由 但这番话也引来中国反向 要求中方不能在自己的领土岛礁上 不属任何必要和有限的防卫的设施 我想这实质就是企图剥夺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所享有的自卫的权利 在这紧张之际 美军太平洋司令官哈里斯二世 抵达北京会见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 房峰辉挑明不满美军巡航造成不和谐的氛围 哈里斯二世则是以一贯航行自由回应 依旧没有交集 美国谈的南海问题了吗 三号晚间美中防长卡特和常万全 被媒体捕捉到进行闭门会议 创办权坦诚会谈触及南海问题 不过具体谈了什么 让外界十分好奇 南海主权争议其实真的各国都在出招 其实之前美国就说 我拉三件在这地方来巡回 我是每一个固定时间都一定会来的 其实现在连越南 它到底怎么表示南海主权 都受到国际的关心 对 因为越南也是我们所谓的相关的争议国之一 越南人基本上来讲都是很温和 比较善良 但是呢 他有时候一翻过来又变另外一个人 所以在历史中跟中国从秦朝以来 就是一直不停的有争乱 这个不停的没有停止过 好 那现在的问题是来了 我们看到南海的问题 中美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美国的现在他的太平洋司令 到中国去访问 对 哈里斯到北京去 而且到了这个北京大学的史丹佛研究中心 那边去跟中国的学者 就是北京大学的学者 他们本身有一种闭门的会谈 现在大家就是说 你们要不要把当时的针锋相对的公开 他们不愿意 为什么 因为当时哈里斯在那边面对了 中方是15位学者 然后美方在他们斯坦福大学 有15位学者 跟哈里斯有这样对话 那当然彼此之间 可能有针锋相对 包括引用国际法 因为这个哈里斯美国一直强调说 根据国际法我们有航行的自由 可是每个人在问说 你是根据哪一部的国际法 国际法的哪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涉及到航海 主权 领土 领海 批领海域 经济海域的时候 那对不起 就是国际海洋法公约 可是美国就是没有签署 国际海洋法公约 所以美国没有资格谈这个东西 他还是他不承认 所以他就一直讲国际法 因为每个人家问他 你是根据国际法的哪一个 哪一个国际法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一定是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 他就耍皮嘛 他就不讲不讲不讲的时候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在国际法上 他站不住脚 但是美国人的态度就是说 我没有要跟你中国公开对抗 我没有 所以我也没有要挑衅你 我只是走我应该走的路 话没有讲完 他到底想怎样 好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还是会进去 我不承认你的填岛的岛礁的主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所以我的航行自由 我美国过去要去哪里 就可以去哪里 我过去如此 现在如此 未来也是如此 还蛮强硬的 很强硬 他的态度就是说 但是我没有要跟你对抗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从二次大战以来到现在 我都是如此 你不能叫我改变 好 那如果美国是这样的话 那我想请教你 如果你是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好 那这是你说的 因为俄国已经给中国大陆做一个示范了 俄国不要忘了 在上个礼拜不是派了一架远程的侦察机 叫图一是二吗 去飞啊 他飞到这个 美国跟韩国在这个日本海举行军事演习的时候 美国派的是雷根号的航空母舰 然后去参加这个军事演习的时候 俄国就派了他的图一是二远程的侦察机 就飞到了这个美国航空母舰的正上方 150公尺左右 故意贴着他很近的意思 150公尺 那等于是低空飞行 差一点就会插上到 飞过来了以后 美国一直用无线电叫他们的飞行员 俄国的飞行员 你已经飞到我这边来了 俄国的飞行员不理他 因为这是国际海域 这是国际空域 你爱怎么飞就怎么飞 我也爱怎么飞就怎么飞 所以飞过来以后 后来美国没办法紧急派出四架F-18 黄蜂战机去拦截 也不算拦截 他们叫做扮飞 因为你爱怎么飞就怎么飞 我也爱怎么飞就怎么飞 我没有拦截你 我是扮飞而已 他只能扮飞 因为他不能够拦截他 好 那就他就飞过去了 其实俄国故意做这个动作 就是提醒中国大陆说 我已经给你做个示范了 所以当美国如果又进入你的岛礁 你可以进去它的关岛 也就是你到我家来 我就到你家去 战线它到关岛去了 然后以后你美国的船过来 假设他又派了另外一艘 假设又是拉升号好了 要到这个岛礁来了 然后中国大陆可以派战斗机 携带空对海的空对舰的炸弹 然后在你这个上空这样飞来飞去 也可以这样飞 因为那是公海 那这样的情形你美国该怎么办 承如刚才廖老师所说的 你可以去关岛 不过关岛还没有去 行李下我们看到了 中共的这一个战斗直升战斗机 已经在南海上面这样盘旋了 而且还带着这个长城的导弹在里面 当然可以去关岛 你忘记了之前中国大陆九三大阅兵的时候 关岛快递都来了 东风二十六型导弹 直接啾啾啾啾 他做不做而已 所以中国大陆其实对很多事情 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中国是被称之为强国 不是只有说他可能经济 或者他很多东西在逐渐的起飞 他的军事状况事实上也非常非常 让大家觉得说不可以小觑 所以美国现在也讲 他说没关系啊 你现在弄这些岛礁 我们就固定派军舰去给你巡逻 我就进入到你这个岛礁里面的 这个所谓十二海里面去 然后呢我一记去两次 所以我一年还去几次 就去了八次 我就固定这里给你绕 频率蛮高的 而且坚持我就是要进到十二海里里面去 好那这现在你会看到 就是说看起来中国大陆 跟美方这边的关系是紧张的嘛 所以刚刚这个所谓教授就提到了说 美国的这个所谓国防部长也去了 太平洋总司令 这些什么哈里斯啊什么 通通都去了这个中国大陆去 感觉上好像似乎是有一些和缓 可是中国大陆我们称之为强国 人家也不是省油的灯 最近在网路上面 他们就开始公布了一些影片 你知道吗 包含什么 包含他们讲说我跟大家讲 我们最近有一个叫做 历见2015的这个演习 而且全部都走实弹你知道吗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说你美国的这个拉升号 你给我跑到南海里面去 我就给你放这个2015的这个实弹演习 用嗆瞎的方式 没有错 而且这个演习呢 你知道他用 我们刚刚讲说他用实弹的方式来做 包含到什么 包含到我们讲说轰6K 轰6K他直接就给你派出来给你看 你知道为什么 轰6K被当时在2007年 一开始被推出来的时候 他的原型机出来的时候 上面就写着战神这两个字你知道吗 对叫战神战斗机 为什么被叫做战神 是因为原型机电脑 像战神这两个字 那可是你轰6K 因为他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战略的这个轰炸机 所以他可以携带这个武器 当然对美方来讲 他是会有压力的 那你说他以这一次来讲的话 以这个轰6K 他去巡航南海的部分来讲 以中国大陆 他所公布的这个影片来看呢 他甚至什么 他甚至把这个 这个所谓的导弹的这个发射的状况 也通通都给你看 他一直都打你拉伸号 没有错 他就是告诉你讲说 我跟你讲 我是可以这样做出来的 而且你知道吗 他现在做的是 由水面下的这个潜舰 由战略核子潜舰 发射的这个导弹上去 你知道其实他有点难 你知道 他这个所谓的 画面上面叫做巨浪1 后来呢 他这一次公布是巨浪2的这个导弹 你知道从这个潜水艇下面 要发射导弹上 他其实最难的一关 克服在哪里你知道 就是你的导弹 要出了潜水艇的时候 出了那个舱门口 对不对 出去之后呢 你要点火 点火他要往上发 那通常他的稳定性 你在水里点嘛 对 结果他这一次发 他就跟你讲说 我跟你讲 我的巨浪2的导弹 我已经成功发射 而且是用我这个 洞九四的这个 所谓的核潜舰来发射 表示我们两方已经开始有 作战整合的能力 而且我潜舰打 你看不到我在哪里哦 没有错 所以你知道他这个 其实恫吓的意味 非常非常的大 包含我刚刚讲说 东风2-6型的导弹 他也跟你公布一个影片 你知道 除了影片之外呢 那我们媒体有截录到 他的那个画面 是 他的直接画面 就是我今天打出来之后 你知道吗 打出来之后 我一个不知名的 这个所谓航空母舰 全世界其实有几个国家 有航空母舰 大家想得出来 那明大就拉伸舰啊 那美国想打哪些航空母舰 大家心里 中国大陆想打哪些航空母舰 大家心里也有数嘛 是 结果他就在那个画面 你这样看 直接就这样打你 虽然这是一个 四翼的画面 可是你记不记得 这个四翼画面 有时很恐怖 你知道吗 我们换个话题来看到的是 没有想到说 西伯利亚找到了 一万年前 在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面 已经绝种的 叫做动尸 动尸是狮子对不对 对 动尸的动尸 洞穴的狮子的 冷冻的尸体 这样子 他为什么绝种啊 为什么 那我就给我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事情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这一个 之前找到这个动尸的 动尸的这一个动尸呢 其实对于亚洲的 亚洲国家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件大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在东方世界里面 我们现在都没有狮子嘛 我们只有老虎而已 所以很多的 在这个亚洲地区的人 都认为说 其实狮子是属于 中东或是非洲那边的动物 那跟右边的这边的 亚洲这个地方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这一次 在西伯利亚这个地方 找到了动尸 意思就是说 亚洲是有狮子的 不是外来的意思 只是后来灭绝了 大家看一下 动尸的长相 长得是这个样子 当然有人讲 这个动尸怎么长得 有点像小狗一样 是啊 它是属于可爱版Q版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找到两只的动尸 事实上 它是属于这个 还没有成年的这个仔仔 就是那个小狮子 刚刚生出来baby 生出来没有多久 所以你看到这个样子的话 很像是那个可爱小动物 然后就被冰冻 急速冰冻这样 冻起来 那它的长相 原本的长相 应该是右边这个样子 右边那个样子 我们在右边那个地方 看到这个是动尸 成年以后的长相 这一次感觉像比较凶猛 感觉像像狮子一样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壁画 是在大概这一万年前的话 由在这个 在这个现在的西班牙 还有法国那边的 岩洞里面的壁画 看到的情况 所以我们的人类 我们的祖先 事实上看过动尸的 所以把动尸给画了下来 那这个这一次在亚洲发现动尸 事实上在西伯利亚这个地方 的一个叫做撒哈共和国的 这一个动土城里面 考古学家 他们在这个动土城里面 找到了两只像这样子的 这个动尸的这一个被冰冻起来的尸体 那这个对于史前考古学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发现这个动尸都是化石 都是化石而已 从来没有见过的人长这个样子 是冰的肉 冰起来整块冰起来的 那很多人讲说 那有没有可能 去看看猪若基公园一样 知道吧 就萃取DNA一个的话 让它复活 就把它复活起来 有没有可能 当然了 科学家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是目前为止 技术可能还做不到 但是如果说 有这样子的形象出现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 利用像这样子的尸体的话 我们可以复原起来 原始的动尸的长相 应该怎么样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动尸我们知道 大概距离现在一万年前就灭绝掉了 那灭绝这个动尸的时代 也正是早期人类 正在这一个开始起步的阶段 简单来讲 我们的祖先 事实上有看过动尸的 而且最有趣的是 它的灭绝 或许跟人类的兴起 是有关系的 早期的人 他是没有村庄 就是不会盖房子 那他住哪儿呢 住在洞穴里面 那动尸的洞这个字 他告诉你说 他这个动物 原本就住在洞穴里面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想把他赶走了 对 你知道好坏透了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住那个山洞里面 把人家赶出来 那我们就住在洞里面 那他洞尸嘛 基本上没有洞可以住 最后就变成洞尸 知道吧 就被洞在那一个 就挂了 就洞在西伯利亚 那个冰冻层里面 这是第一种说法 讲说人类 导致他的灭绝 那第二种说法 事实上的话 跟他的时代可能有点关系 因为他所出现时代 距于现在 大概是冰河期的晚期 那各位应该看过 那个卡通影片吧 对不对 叫冰原历险记 有 所以你意思就是说 包括长毛像 还有洞尸 还有洞尸 是同个时期的 跟早期人类同时的并存在 这个道路的每个角落里面 你是先说过长毛像 是因为人类的关系 是它灭绝 所以这个有可能的原因 长毛像也是被人吃到 搞到都没有了 那剑齿虎的话 可能跟人比较没有关系 可是第一种说法 是讲说 因为他的时代 正是冰河的晚期 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 在那个时候的话 其实他们这些洞尸 他吃的食物 原本应该属于 这个什么野马 早期的野马 或者是像长毛像 那个什么小象 或者是早期的 这个早期野骆驼 像这样的动物 可是在冰河期晚期的时候 这些动物 慢慢慢慢都不见了 所以其实 这个动尸的食物 就变少了 可能再加上 人类进到洞里面去 把动尸的栖息地 都给破坏掉 所以导致这个物种 后来就变成掉了 那我们知道 其实亚洲地区 这个我们都认为 我们没有狮子 那告诉各位 其实我们是有狮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只是 最早期的我们人类 给感性杀绝了 所以其实动尸 可能对很多人来讲 很陌生 但是问题是 它现在活生生 就在你们面前出现 成功刚刚教老师所说的 代表亚洲是有狮子的 不过另外这个争议就是 到底森林之王 是狮子还是老虎 有很多人说 其实不见得是狮子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来讲 因为狮子跟老虎 都属于大猫 在大猫里面来讲的话 他们是有三种东西 是他们的一个决胜 关键 第一个是什么东西呢 速度 第二个是他们牙齿 看谁跑得快 就算是他们的枣子 牙齿是看谁吃的 力量比较大 对 这最主要来讲的话 我们从大猫跟狮子 他们所谓的军武配备 就是他们的牙齿 跟他们的一个枣子 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有没有 他的一个叫优劣 他本身来讲的话 力判 为什么这样来讲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个万寿之王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狮子 有些人会认为 可能狮子应该比较厉害 为什么 因为早期的时候 西方世界的时候 他们只看到狮子 没看到老虎 所以他们那时候 把这个狮子 万寿之王 因为这主要是因为 罗马人 他们本身在竞技场里面 会有那个狮子在里面 那后来之后 大家都认为说 你看狮子 尤其熊士 他有一种中毛在那边 我们那看起来很雄伟 很雄汉的那种感觉 而且很阴挺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认为 这个所谓百寿之王 就是所谓的狮子 但问题是 只要一跑到这个 跟亚洲这个老虎 来比的话 也像什么东北虎 或西伯利亚虎 来比的话 其实有没有 狮子有没有 差不多又再小只一点点 你的意思是说 狮子比老虎 狮子比较小只 体型来讲它是输的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目前 所看到的这个老虎 一般来 大家看到老虎 大部分是以中南亚 这个老虎为主 中南亚的老虎 比较小size 西伯利亚虎跟东北虎 其实size很大的 而且本身来讲的话 他们的攻击性又特别强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的整个配备 哪看的话 老虎的话 头跟心脏就大 大代表什么东西 它的本身来讲 它的那个爆发力 那个power比较强 对那power就比较强了 这样 这个咬合力的话 大家会想说 咬合力真的很重要吗 我告诉你 真的很重要 不信的话 有没有 你咬你旁边的人看看 一个400有一个400 就是它咬的比较紧的意思 为什么这样来讲呢 我跟你讲 人类的咬合力 才80公斤而已 不信的话 你就再咬一下 你旁边的阿娜达 有没有 咬一下看看 这边怎么样 你要让老虎咬的话 450公斤 而且狮子的话 是400公斤 那他想说 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呢 我告诉你 下面看下来就是什么 牙齿的一个长度的话 老虎是6公分 对不对 狮子5公分 但是 但是我要跟你讲 加上前面咬合力的话 老虎的牙齿 一咬下去的话 可以长达11公分 那个作用力更强 11公分 然后狮子的话 5公分的牙齿 加上那个400公斤 咬合力的话 只有达到差不多9公分 这样子 虽然跟他照你这样讲 他全部全面输 你看 仔细这样看 几乎全输 全面输是没有错 但是狮子 狮猎的成功率 可以达到20% 那老虎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狮子是属于群 群公的动物 所以我们在看过去 我们看到很多 非洲上面草原的 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的时候 你常常会看到 狮子在猎杀 那个他们的一些 像野牛啊 或者是其他的生物的时候 你发觉它不是只有一只 很少会有一只 会有一只那种情况 大部分是什么的落单 你就习性不一样 狮子跟老虎习性不一样 老虎的话是属于 独居独来独往 这种情况 最多曾经有看到 有兄弟党 姐妹党 或者是说 有没有夫妻党 两只而已 但你会看到 第三只老虎 在围杀一个猎物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老虎的成功的狩猎率 只有5%而已 很少 那狮子的话 它本身来讲的话 会达到20% 因为团结 因为团结嘛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 整个这样上面来看的话 如果按照它的一个 所谓的构造 我们讲的军武配备 体型来讲的话 老虎是胜于狮子的 所以人家讲说 森林之王是谁 我跟你讲 这不可能是狮子 你就是老虎 另外的话 要跟大家讲 另外一个东西 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地方 再讲牙齿这个部分 老虎的牙齿 跟狮子的牙齿不太一样 老虎的牙齿 可以干嘛 侦测的颈动脉的脉动 所以你会发觉到 当我们在看 什么狩猎的时候 老虎是直接扑向 猎物的脖子的地方 直接把它咬下去 因为它的牙齿 它前面的犬齿 可以去侦测到 你的颈动脉的 血液流动的状态 一咬下去的时候 通常一般来讲 猎物马上立即避孕 就刮了 狮子的方式是什么样子 先从屁股后面 先把它抱下去 先戳它的 这样有点弱 不是能讲人家弱 人家的有没有 人家有人家的 习性不太一样 它是一卡撑 把它扎下去的时候 抱住 抱住的时候 其实它那个动物 后腿 大部分的羚羊 或者是一些野牛的话 通常用后腿 比较有力 当你把它给弄伤之后 它其实就跑不太动 这个时候 你就看到 狮子会往上爬 爬下去的时候 然后再环抱 它的那个 一样是在颈部 这个地方 咬下去 通常第一咬 不太会 不太会插到 它的颈动脉 要咬了好几次之后 你看发觉 那个野牛 或者是那个什么 林漾才会倒地 有没有 毙命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在狩猎上面来讲的话 有没有 的确是有 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个比较图里面 有一个老虎完胜的 狮子不会跳 它太重 还是应该透腿没有力道 我讲 因为这个主要在跟那个什么 地形地貌上面有关系 因为在在非洲草原的话 其实树有没有 没有像身体来的那么茂密 然后再加上有没有 他们一般来讲 他们是属于群居的一个动物 他们在围杀这个猎物的时候 一般来讲的话 狮子是比较不需要到的 因为他们是可以群攻嘛 是 但老虎的话 有没有 因为老虎的特性 它是属于叫做埋伏的 所以我们看老虎在猎 那个猎物的时候 它通常都是先隐匿自己的行踪 有没有 然后再开始用 用这种跳跃的方式 它还会爬树 你看 是啊 没有错 老虎本来就会爬树啊 跑那么高耶 其实有没有 在这个部分上面来讲的话 有没有 我觉得是这样 狮子原则上来讲 是不会跳 但是呢 重点有没有 我们常常看到影片的时候 逼急了也会跳 狮子会跳 逼急了也会跳 像例如狮子一只母狮子 有没有 如果被一群尾牛围攻的时候 有没有 它没地方跑的时候 它还是要跑到树上面去 但是它可能跳的 没有像虎那么厉害 它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它那个狮子爬上去 基本上来讲 下来会很困难 大部分都摔下来比较为主 那我们的老虎 跳上去之后 因为它有爪子的一个状态 它上去的时候 下来的话 你发现它是轻松自在 这就是老虎跟狮子上面 另外一个 在菌骨配备上面 很极大的一个差距 基因上面呢 基因上面来讲的话 狮子就比老虎要来得厉害 为什么 通常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说今天爸爸是老虎的话 妈妈是狮子的话 生出来那个体型没有那么大 而且它会造成它生长上面的抑制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虎狮这种情况 它的一个整个生长的状态 以及它的繁殖状态 不如狮狮子要来的 这样子的 你看那一直 假如左边是狮子 右边是 这只老虎 对 那你意思就是两个交配 就变成叫狮狮 是长这个样子 对 没有错 我跟你讲 虎狮兽 这种虎狮兽 为什么后面要加个狮 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摆前面就是爸爸 爸爸是老虎 妈妈是狮子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产物出来的时候 一些小只 它的体型来讲 比较没有那么大 而且它是生长的状态 也没有 跟它的一个死亡率 其实是很高的 也就是说它比较弱 它在整个体质上比较弱 要温和一点 不能讲 温和叫弱 就是较弱就对了 然后另外的话 如果说是狮狮兽的话 也没有 如果说今天爸爸也没有 是个属于叫狮子也没有 然后呢 妈妈是老虎的话 那个生出来的话 也没有 那个size听说变很大 这就是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因为本身来讲 生物来讲 物种如果你比较 稍微更优劣的时候 你的基因会取代 去引导另外一个 是 所以也就是这样子 说为什么狮虎 有没有 它的一个存活率比较高 而且呢 它的繁殖的 这个世界上面的量 也比较多 因为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有没有 虎狮的这个比例 没有来的狮虎 那狮虎大概全球 大概差不多有一千多只 印度这个村庄 印度的村庄 听说找到壁画 还有很多的迹象表示说 远在一万年前 外星人曾经来造访过 这个时候我想听听看 邱老师怎么看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上是在2005年就发现了 那在印度人 在这个叫恰迪斯加尔 这个地方的一个 这个小村落里面 他们当地人 发现几个小洞穴 那这个洞穴里面的话 就有些壁画 然后这些壁画 后来经过当地的村民 因为事实上这个壁画 其实也不算是什么新闻 因为这个当地的村民 原本就在膜拜这些壁画 所以其实当地的村民 一直都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 所以这个壁画是一万年前的壁画 是一万年前的东西 后来这个考古队 以及人类学家 进行这个研究以后 后来证实说 它的年代 大约距离现在 大约是大概是一万年前左右 那跟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所谓 那个动势的年代 是差不多的 所以是同步的年代 那这个化墙穴的壁画 它最主要的那个颜料 它是用一些矿物质的颜料 画到这个墙上去的 简单来讲 这些矿物质的颜料 它本身不会变色 所以经过这一万年的时间的话 看起来颜色依然鲜艳 那至于说 在洞穴里面 看到一些黑色的痕迹 那应该是 这个洞穴本身 可能早期有人居住过 所以有些这个熏黑的这个玫瑰 把这个壁画 一部分给盖住了 可是邱老师 我觉得真的长得很像 你不觉得吗 几乎是百分之百相同 这个跟我们电影版本 看到的是一样的 知道吧 所以我们待会 我们那个配乐要放的 就是那个什么 那一种配乐这样子的 比如这一款外星人是这样吗 就是什么X档案 有很多款的外星人 各种各种你看到没有 你看右边的这个样子 看起来像个阿飘一样 那时候跑出来 就很像啊 在右下角那个更厉害 它不断长出一身天线的毛一样 还有拿武器 手上还拿了一把 不论的武器 这个是先进的 这个光剑这样的东西 那另外的话 这边有这个穿得像太空服一样 虽然脸看不到 一群一起冒出来的 那另外的话 当地人还讲说 这个地方 还有看到类似像是 飞碟一样的这个图像的 这个啊 这个椭圆形的 那甚至重点是 还有甚至蹲 三车角出来 那有人讲说 那个有点像是 那个太空船三车角 或像扇形天线 跌形天线的概念 简单来讲 这个很多人讲说 像这样的图像的话 或许可能 或许可能 这个可能是 在一万年轻轻的死线人类 他们看过外星人 或是想象了外星人的长相 那后来就画到画面上面 就在我们的面前出现了 当然这种说法是否可信 实际上如果说 你在参照当地村民的说法的话 当地人讲 当地人有所谓一个很奇怪的传说 有所谓外星的访客传说 称为罗黑拉人的传说 那根据当地的说法是这样讲 说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那有个非常瘦小的人 长得就像这个样子 嘟嘟啵啵的 甚至于三天半夜 就跑到村子里面来了 然后后来就发出强烈的光线 他们乘着椭圆形的飞盘 就长得像这个样子 哇 立立在门的画面出现 那这个时候你知道 把一阵天涯地动之后 村子里面几个村民就消失了 那当然这个说法是否可信 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如果参照这个说法 这加上说我们刚刚讲 这种所谓的外星人这个说法的话 或许两边参照的话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 外星人说法来源的 不过除了这个地方 我要强调一件事情是 其实2005年发现的时候 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些洞穴的壁画 曾经有在这个国际研画 研画指的是 在研洞穴的壁画 的国际研讨会里面 曾经有发布过 这些研画讯息 而从2005年开始之后 正式的学术报告里面 并没有提到外星人这三个字 所谓的一次飞碟 然后武器的外星人 还有这一群 穿的太空装的外星人 这种说法里面 都是我们的一般的想象 1980年11月4号 旅日的棒球红星 王真志 他结束了22年的职棒生涯 历史上的今天 1980年11月4日 知名棒球巨星 王真志宣告隐退 王真志 原籍浙江青田 1940年5月20日 出生于日本的东京 自小杰出棒球 少年时期 打击实力 堪称优异 高中时期进入早稻田 十业高中棒球队的校队 经常以主力投手的姿态登场 还曾经投出一场无安打比赛 1959年 王真志效力日本职棒独卖巨人队 由于当时巨人队强投众多 最初他以投手身份加入 王真志在监督 水源茂建议下 改练一类手 刚开始 王真志打击表现不佳 甚至曾经连续26个打席 没有击出安打 后来在打击教练 荒川伯的指点下 逐渐练成了稻草人士打击法 全雷打开始快速增加 同时也成为巨人队的主力一类手 1964年 王真志创下单季打出55支全雷打的 日本职棒新记录 1977年9月3日 集出生涯第756支全雷打 打破原本大联盟汉克阿伦 保持的755支全雷打世界记录 并且在三年后历史上的今天宣告退休 总计22年职棒生涯 集出了868支全雷打 当年王真志来台湾的时候 我曾经访问过他 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